故事发生在1931年的蜜城 蜜桃团是即将从蜜城医学院毕业的青年学生 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校内生活 但是学校之外却是一片动荡 5月9日一早 他们在医学院的大礼堂集合 收到了老师的嘱咐信 前往蜜城医院找陶医生开始实习工作 每一个医学生都应当谨记 学医者的使命是救死和伤 不辞艰辛 执着追求 到达医院后务必第一时间去急诊大厅找他报到 出发之前 根据以往的优秀表现 品学兼优的小邓将成为实习生的班长 今天我是你们的班长 邓班长 同学小刘因为参加进步学生的有请 珊珊来迟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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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小刘 上车 蜜头团能否顺利开始他们的实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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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应该是门 这边是门 这边是门啊 门旁边肯定有开关吧 看一眼看一眼摸一摸 摸一摸摸一摸 太黑了吧 我看不到 我没有把这个白布给揭开兄弟们 哪有白布 哪有白布啊 这是啊 这是啊 什么啊 astronomical 什么 什么 subir 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我们 他看不见我们 他们看不见 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他怎么流水了 怎么回事 有水为什么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在哭 你跟我们说 我们是好人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不到 我们来帮你 我们是医生院的学生 我们是医生院的学生 我们就是医生院的学生 我们就是医生院的学生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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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你慢一点 对 没事 兄弟 你能知道找人吗 兄弟 你看 来了吧 医生来了 医生 别管 别管 没事 咱们起码看清楚了 他们是人